大家好 我是台湾号称LBJ的刘宝洁主持人 欢迎收看湘民大会之关键时刻 那么我讨论到最近最近的热门话题是什么 全世界的墙壁 各地的墙壁都非常热闹 你高雄的墙壁也非常热闹 因为高雄市政府最近取缔了 这个霸函团体在那边设立大型的看板 结果霸函团体也出招了 你插我看板不要紧 那我就投看板 现在甚至于高空气球都出来了 调整还有这个招牌全部在那边 我看你怎么拆 结果你知道吗 现在竟然有人复制霸函团体的创意 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也投影了 投什么呢 投习近平的头像抗议共产党 这怎么会这样呢 韦翰 你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最近这些看板拆装的大战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是 保佳哥 先前因为韩国瑜这个霸函广告在高雄 连续被拆在三面 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了 因为真的是不合法也没有申请 那当然包含团体也讲说 可能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 你就把我拆掉了 挺韩的公车挺的广告可以 包含不行 我抗议 那我就弄了一个方法 让你想拆都拆不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意思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倒高一死磨高一丈 哇这太厉害了 对不对 那把这个什么方法你知道吗 什么方法 就是一种你拆也拆不掉的广告 把你投上去的广告 我现在戳我戳不掉 你摸不到 对我根本摸不到 你只能看得到 但是摸不到 拆也拆不掉 原本他基本上是可以印出 大量输出成一个海报挂上去 可是挂完后一定被拆嘛 WeCare他可能有点故意啦 我就故意不申请 等你拆拆了就会上新闻 那现在呢 就用投影的方式 直接打在 我是觉得这个老板比较可怜一点的 他的广告出租直接被压掉了 两个广告出租 但是盖上去 就告诉大家 要高雄支持罢免的 666非韩不投 要去投这个票要扒着韩国瑜 但是因为他是投影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拆 那高雄市政府也有接获检举 怎么这广告 这怎么办 立刻去翻法条 是 翻了半天找不到可以拆除的 因为也拆不掉 所以暂时也就只能这样了 又只能这样了 对 所以说你想拆的时候呢 结果他用了一招 让你拆都拆不掉的一个法条 让这个广告非法的成立了 而且所有人都看到了 6月6号非得罢韩 你看看 现在尤其疫情区域稳定的话 6月6号反而大家 没有事干 反而就来罢韩 对 其实保贞哥我跟大家讲 在整个过程当中 包含这个广告 还有那个喷地板 有没有 这一些罢韩团体 高压的喷水 对 他想出的这些噱头 以我来讲 我这个年纪比较old school 我是觉得说 一切依法最好 但是年轻人要的是创意 广告弄上去以后 你拆不掉 地上我用高压水柱 你看你在冲什么 666投罢韩 台湾基金 他把这个地板 因为说实在的 任何地板 只要用高压水柱去冲 上面有一些黑黑的 多多少少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你今天用一个 这样的铁板上去冲以后 他就留下这个印记 可是呢 他又不算是涂油漆 或者是怎样破坏 所以他就留下印记 在高雄市的地板 你看像这样子 一片一片一片的 那高雄市政府 赶快也找环保局相关来做清理 我跟大家讲 站在这个谋略上 包含了这个地板 包含了广告 包含了很多这些东西 如果不要提高冲突的话 其实韩国瑜最好都不要处理 因为你越处理 就越是发生事情嘛 越烧啊 而且直上新闻 对他来讲没有好处啊